12月21日 波兰前副总理 北京师范大学西音市场研究院特聘教授格泽高兹 W.科勒德克在北京表示 全球化进程无法阻挡 应相信中国能贡献宝贵经验 助力世界经济更加平衡发展 实现各国互利共赢 当天 科勒德克写新书《中国能否拯救世界》中文版亮相北京 这是他出版的第五本中文书 该书从经济与安全 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等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与未来世界发展变化的格局 书中科勒德克提到 中国的发展涉及于经济全球化 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不断增长 他认为 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 各国的经济 金融 贸易 服务相互联系在一起 离开全球化 许多经济难题将难以解决 他指出 中国可能不会拯救世界 但是可以帮助世界前行 但是我评论在这个书 也有关我的谈论 和我的论区想法 我认为我的论论 论论 中文化的论论 中国可以帮助 比任任任何其他国家 在解决几个问题 几个问题的存在 问题 和问题 世界上的未来 中国可以帮助世界 时期的需要 科勒德克说 以波中经贸为例 不难到中国的出口量远远低于从中国的进口量 兑换贸易损散逆差 但是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特别是借助一带一路倡议 能给波兰带来更多实惠 科勒德克表示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塑造未来世界的理想面貌 限制日益加剧的全球性威胁 同时降低经济及各领域的灾难性风险 世界不应该害怕中国 而应该相信中国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